有与否有你掌控 国家幸福在你决定 流连FM我是蔡天强 流连当头自由高照 我们继续来添马行空 我是小青 早上好我是加玛 早上好我是维尔 早上好我是郑国 好我们今天这个阵容庞大 非常庞大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目前的这个大选的这个情况 首先呢 昨天在这个柔佛州 就跑了好几个地方 而且呢 他在这个柔佛州 就造势的时候 就宣布就批准 柔佛中学在新山 这个东北区 这个新建第二分校 为庆祝这个百年校庆 这个宽中献上一个大礼 所以这个宽中第二分校 将坐落在新山的 这个巴西古当的达成 那一块由当地发展商 所捐献的 23.21亩的土地呢 随着纳吉的批准呢 那么宽中的董事部 希望能够尽快 获得这个建校的批文 来展开这个建校的筹备工作 这么一个情况 是又是一个这个什么 一个政治糖果 打到那边去了 另外他也去到这个谁 这个黄 黄什么 对这个 黄日生 对黄日生的那个选戏 他说要在那边呢 要盖几千间的这个 可供企的这个房屋 那么又又又有 另外一部分的这个糖果 这是不断的 这个就是吐糖果出来 这个纳吉真的是厉害 但是 有人说了 有朋友昨天在Facebook上面 他也也讲 就是说 因为纳吉给了那么多的糖果 我现在决定是改投这个国阵了 这一票就改投国阵了 真的呀 这是这么样的情况 当时他说这个情况的时候 有的人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就为这些糖果 你就要把票投给国阵吗 这样子 这样子一些的这个问题 可是昨天我还听说 在这个槟城的 就是这个42、42、92 韩将大集会的时候 在同一个时间 国阵也砸了好多好多的钱 干什么呢 他们就免费让你吃 免费吃是包了几个餐馆 然后同时呢 也有派了一些什么礼物啊 派钱那些 而且我还上 昨天还上传了一个 这个在金马轮 派钱 我们昨天还谈到金马轮是吧 那个时候跟那个梁京甫连线的时候 我相信他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就在那个时候 那一段时间呢 政府通过银行 他们是说了 政府在派钱 因为确实有好多原住民 在那边派对 一大清早呢 全部在银行门口派对了 而且一个人拿钱 不是少哦 不是一两百块钱 三百块钱 有些他看到了 那个笔者看到了 他说 有一个人出来 手上拿了这个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二十多千 二十多千还是二十多万 我忘了 有一些拿了三五千块 派对拿钱 而且他们原本是以为说 他们自己拿钱出来 也是提自己的钱 所以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说 谣言惑众 谣言惑众 就是说不要信那么多 也不要去传那么多 为什么呢 就是OK 我得讲 国政不是没有派钱 是有派钱 但他该怎么派呢 他是应该是 大大方方的去派钱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他既然要派钱 他也不怕你说什么 对吧 他是大大方方派 在一个派钱这东西 还是有一个度的 所以我看不论是谁派钱 我不能说 我一派 一个人派几十万 这种派法 就是给自己捣米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 人家讲给原住民派钱 我也看到了 那个贴我也看到了 说你 你 你就 这是原住民 真的你需要给他派上 上几万块钱 真的不用 原住民可好搞定了 对吧 所以有些 有些话 就是 有些话 就是你信那么多 就好 不要信了 不要信了太多 我真的口号开始要改了 我们已经不是拍糖果 拍啥 开始已经拍蛋糕 就是要 更大片 大家必须要吃得饱 可是那个 在槟城那个包下几个餐馆 请人家吃 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朋友好像 那是一码吗 我听说其实在槟城 是真的是餐馆的 就好几间在那个亥奇 我们叫亥奇那个地方 海边那个全部是包下来 请他们吃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最近得到这些 槟城的一些朋友 他们说 就是最近这个亥马 这个是 One Malaysia 不知道是什么队伍 就在那边 就一直在搞活动 甚至最近在网上看到的 就是他们本来这个神庙 是接受监款 变成主办单位 主办一些活动 所以这个亥马 在槟城砸了不少钱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 搞不好是一种反感 对很多人是一种反感 那你看他们就是 差很多旗 在一个槟城的 艺术的这个门廊 那个地方 就是破坏了当时的 这个艺术的这种气氛 这件事情呢 当时就有记者就问邓章耀 邓章耀呢 就辩解说 这个不是我们干的 这是那些亿马组织 那亿马组织呢 是非政府组织 他们去干的 也要摆清这个关系 我觉得有点被动 那这国阵呢 就是邓章耀是有点被动 就是说 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那么 那么要脸皮干什么 就不要脸了嘛 就干脆就是 这就是我干的 怎么着 我有钱 你吹吗 应该是这种口气 对吧 其实我认为他 他说的可能没有错 就是一马在做 但是你要保护 这个一马的形象 对啊 你要保护 要不然你不是做了白做嘛 对对 你就不是 不是这个组织 就是保护这个 万马组织这个 首相喊的口号 就是全马在用的 同一个口号 这样你可以去报警啊 你可以去做一些批判啊 就是骂他们的 不是我的事 这样就没有 没有事了嘛 对吧 就是你站在一个 不是明年 不是明年 就是国政的情况下 你必须要有一个立场 如何去保护 这些古迹之类的 但是没有扮演好 这个结设吧 是好 我们这个什么 明年的这个广告 也终于出现了 我今天在东方日报 也看到了 那前面有明年的广告 后面还是继续有 马华的广告 但马华的广告 真是不堪入眼 不过 讲真的 你看我先讲 马华广告 好不好 这个马华广告 他今天这登出来 就是一幅照片 安华过去当这个教育部长的时候的这幅照片 那这幅照片就说了 这个安华说已成定局 教育部不收回成命 什么不成命呢 就是说不安华文的这个调任 这个华晓的这个高职 这是当时他讲的 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话 在广告上面他讲安华是华晓的朋友 还是华晓的敌人 我觉得 我觉得你 你这个时候打这些广告 你有点浪费钱 我说是有点浪费钱 他为你刚才说的 反正我钱多 你催吗 对 我喜欢这么样用 对 我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不管这个 这尊神灵不灵 就是一直拜下来嘛 这样我一定还是要拜的 万一他灵呢 或者是万一你不拜 可能很多反效果 所以他广告一定要照处了 然后至于他的内容 我觉得这是以往的简报嘛 这些 所以可能各自诠释了 他这样讲 他说他在担任教育部长 和财政部长副首相期间呢 第一 是这个调派不安华文的教师 到华晓出任高职 第二 指责董总呢 董教总是极端的这个种族主义 第三 指这个华晓董事部是多余的 没必要保留 第四 这个象征式的拨款滑小石灵界 你把他滑小当成什么人 对吧 然后最后问一句话 为什么行政长可以和他合作 只是为了夺权 他他就告诉你只是为了夺权 我就说 呃 我要夺权 你吹吗 哈哈哈哈 不然其实他同一个逻辑 同一个这些事项啊 我们可以呃 看看其实敦马 在在当年敦马 就是掌管整个整个政府嘛 但是其实没有人问过敦马 当时候怎样看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敦马跟这个想法也 也也去不了多远 对吧 这是去不了多远 是一样的嘛 没没没什么差距吧 不过我们从这个呃 马华的这个广告回头来 我们来看这个呃呃 什么雪州这个明年政府的这个广告 呃 这广告呢 就做了一一一大版啊 就是呃 有华晓的学生的这个照片 然后呢 底下有两个小照片 一个小一个小照片呢 是说这个呃 呃呃呂呐呐呐呐 的这个双西满礁的村民啊 拿到了雪州政府的这个地契 啊 另外一个小照片呢 是说哎 这张购物券呢 证明这个明年周政府 明年政府的不分呃 呃 宗教体贴这个人民的需要 写明这个人叫 Pen Wong 这么一个人 其实我看了这张照片之后呢 我也提不起什么兴趣 他仍然是烟团政治的一个产物 没有分别 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这是占自己的 但他仍然就是说 OK你看 他这上面所有的照片 都是讲的是华人 然后呢就是因为雪州政府 因为给了我这个扣物券 因为我是华人 我得到了这个扣物券 所以呢 这个雪州政府所做的东西呢 就是不分种族的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啊 为什么 我觉得为什么我心痛呢 心痛就是因为 就是不管是国阵也好 不管是明年也好 他说对方是坏的 我是好的 但是呢 他自己呢 也是严重政治下来的产物 他所沿用的东西呢 也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就像马华自己也打过广告 你看 我马华呢 也是这个不分种族的 就是一马诊所了 什么一马 什么服务队了 什么这些东西 全都是不分种族的 连张天寺 就是办案也不分种族了 对吧 所以这种东西呢 咱们这种思维啊 仍然是没有 没有什么改变的 你能不能 不用这个 种族式的这种方式 做广告 这谢天谢地了 先拜托你了 不过没有 他他主要原因是 他登在中文报 所以他就以这个 呃就是 是不是我们连中文报 一起要批啊 就是说连连这种族报纸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他他是迎合那个市场嘛 所以这个读者 多数是华人 然后看到这个华人啊 这种种的事件 他可能会有这种感动啊 啊啊啊 这就所以我就说了 这烟团中之下的这种 这种产物嘛 对吧 所以呢啊 这些天呢 就是啊 我们看到这个 其实有一篇文章啊 就是说啊 离离这个大选只有 只有不到96个小时了 我看这是70几个小时了 马上就是啊 那这个进入了白热化的这种状态啊 什么事情都有 那么啊 最近呢 我们看每一场的这个 呃 明年的这个呃 什么 讲座会 正讲座会 都是爆满 是 都是爆满 呃 很多地方 比如说这个秋光要在这个 哪里哪里的讲座会啊 谁谁在哪里来讲座会啊 还有人就说要辩论啊 什么的 这这 这非常的热闹 很多人就是冒雨啊 搬凳子啊 都都跑去 跑去听着讲座 说这么来看 我感觉上是不是 咱们这是 这改叉换代 就是时事不远了 嗯 就是有这种样的感觉了 到底这是一个错觉呢 还是说是一个事实上 它是一个这样的趋势呢 嗯 我们真的是要等开票过才知道 才可以断定 对 好 来自马华的消息 咱们听一些就是啊 咱们就是呃 筑取防线 就是呃 要抵御这个马华的这种干扰和影响啊 不过你你讲讲看 马华马华你们得到什么样子的消息 我觉得整个东西还是一样啦 就是如果要以一个比较理智的方式 就还是要等到开票 嗯 但是站在整个情况来看呃 我觉得呃 在各州可能北部 我我听到的情况就是 北部的情况会蛮呃 蛮对对对对国阵来讲是蛮恶劣的 这不可能啊 对对国阵一定是很恶劣 对对对对 北部 对对对 北部 北部 所以所以呃 至于就是想说 如果走走到这个南部来说呢 我觉得南部呃 呃的情况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样这样这样呃 如果说这个明年执政过后 我连衣服都不可以少一块布 可能还要该包头之类的东西 这个他们的讯息从哪里来 我也不清楚 就是一些人 就有这个顾虑 就是说衣服不能穿的薄一点 少一点 就是清凉一点 不可以 或者还是包着头 明年执政之后 对 就是还是有一些年轻人 应该是穿的更清凉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呢 因为他们担心的 就是所谓的回教课题 回教课题只有5%吗 其实这个百分组 就是取决整个 我相信是整个大选的胜数 因为我们讲说 这是马来社会的5% 我之前有看过跟算过整个东西 只要5%是真的可以变天 5%就5%了 对对对 5%就5% 就包括我们这样胖也是叫5% 5% 不见话 有叫我 是 所以这个在南部的状况是怎么样 但我们看的南部是我们的寄与希望最大的 比如说柔佛州 柔佛州我今天看报纸说 这个纳吉也好 什么认为这个是坚不可摧的 一定比上一届来的更好 但我绝对绝对相信 这一次柔佛州这个国阵比上一届是肯定要来的差的 明年肯定在柔佛州是有所掌握的 对对对 他他其实在很多地方 其实就很奇怪 就我本身的朋友就是我的同学们他们在这个JB在新加坡的都感觉到整个JB的情况就是属于风很大 但是偏偏就有一些又另外一批朋友就是从媒体从事媒体工作 他们刚刚回来他们讲说不会很多那些会馆很多那些长辈们他们说坚决就是投国阵 因为国阵带来很多繁荣之类的东西 然后又另外一个就是某副部长的朋友来到他讲 我问了五个人五个人都是投反对票我在JB 所以整个情况不定就要看什么地方 不清楚 是比较不清楚 反而我觉得其他地方可能 其实我们全马的议席大部分的议席都是在5%里面 就是在这个5% 如果说明年可以争取多5%的这个支持率就已经过关 我们很多都是在3000票以下的嘛 所以而且再加上这些新的选民2.3个 就是230万 230万平均每个选期是1万 其实有一些选须多了 就是说最少有3000到7000票是新选民 那从这个整个西马的战况来看的话呢 目前的选情呢 都在处在一个胶着的这个状态 那我的看法是说这个柔副州明年可能会有所进步的 而且可能能赢多几席 但是如果赢出超过10席的国会议席的话呢 其实对明年来讲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不过一旦如果能够赢到实习的话呢 那那个变天就已经是有有希望了 我是这么看吧 但是东马 我们看东马两个州属啊 一个是沙拉越 一个是沙巴 这两个州属呢都一直被认为是国阵的定存州嘛 对不对 但是在沙拉越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感觉到白毛也就是胎麻木 仍然是牢牢的控制了整个沙巴的这个沙拉越的这个选情 特别是在这个州方面呢 这次我们没有选啊 州方面呢已经是在两年前尘埃落定了 已经是掌握在这个太麻木的手上了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国会国会选举呢 哇这个沙拉越也是一个很大的州属啊 他有三十一个国席 三十一个国席 好像可以说是所有州属里面最大的一个吧 不会吧 就是还有哪一个比他大呢 佛州是二十 二十五罢了 都是二十几罢了 最大的这个国会议席呢 就是在这个沙拉越了 所以呢这个焦点呢 应该是放在这个沙拉越 沙拉越 而且呃我们就是不说这土著的票 最近我听到的情况就是有人 有一个朋友跑来跟我说 稍微搞不好只有张庆兴一个华人的中选 其他的华裔这个国阵的华裔候选人都可能会输 那不可能 你又是谣言惑众 当然不可能了 因为你看哈就是上一届的 你说讲华人嘛 上一届在这个国庆 国庆就是这个张 张建什么 张建人 他是行动党 他说的是 国阵 国阵 国阵是那个 对对对对 他猜测了 就是说 他说听到 就是他也感受到那边的情况 就说 就是最后可能只有张庆兴在明都路可以胜出 其他地方的这个国阵代表华人都应该会输 就不需要有华人嘛 张庆兴那个地方也不会主要也不是华人为主的嘛 对对对 那些也是土著 土著为主 对对 他两个州选区都是马来人州议员 对啊 也不是因为他是华人嘛 他是财主 他也是财主 他也不是人联的 他是民进党的吧 沙巴民进党的 这个所以 所以张庆兴 张庆兴呢 迎面还是有 但是我据说 这次也要把这个张庆兴连根拔起来 这是这个沙拉月行动党的这个目标 对吧 这是目标 可是这是这个阿公的头像比较大 这是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全马的这个这个明年的聚会跟这讲座都很多人嘛 其实这个东西就开始有人在在想 呃 以前这个林吉祥在打这个丹中蒙阿的时候第三次 也是很多人每个人都有来听 但是他听了过后票都红样没有给这个明年 所以在柔佛舟的情况 或许有这个情况就大家喜欢听 或者是大家出来听但未必票会投下去 而且真正的我相信比较激烈 呃感觉到那种气氛呃可能会是在呃5月1号过后嘛 就是邮子开始回乡 然后外国人开始回到了 就是比较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 我有点不赞同的 这个曾国说法 就是去听 有很多人去听没投票 这是以前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 可是现在呢 这几年来都没有 这几年来是不一样 因为以前的反风没那么盛 大家会怕 而且 听了只是支持 可是怕 我们看这个 沙拉越 就是周选的时候嘛 同样他也这个情况 就是每一场明年的讲座 都超过几千人 至少三千人 零几相没到都有三千人 所以整个情况是很震撼的 到最后你看回去 整个成绩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 这样好 然后整个百毛本身 他一个议席 他党内的一个议席 都没有输 所以整个情况 就可能我们看到 整个表面的东西 但是真正的结果 真的还是要等这个大选 等这个开票过后 好 那我们是不是先来 来听一下咱们跟这个张建仁的 一个一段这个对话 对 他本身也是这个行动党的 在古今主要 这个是很热点选期的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国系的选期 好 沙拉越的这个情况呢 就是明年呢 按照你曾国的说法 可能不小心的话呢 就是至少有13个国会议席会 落在明年的这个手上 你刚才听了他的这种说法的话 你的这个计算 是不是有修正的地方 没有啊 其实其实一向来 我们的议算这个东马啊 就是沙拉越可以拿10席左右 然后这个沙巴本身也可能是10席左右 但是沙巴就可能比较紧张现在的情况 因为太多个派 太多那种三角战 超过三角的也很多 所以上一届其实国阵可以很顺利的 胜出这个沙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就是说很多三角战 但很多这些候选人都胜出 国阵候选人胜出 沙巴的甚至不暂止三角战 我看到有一些超过五角战的 是是是 一些地方 很多政党都会派他们的候选人上阵 不过像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张建仁 他有提到一个 他带出了一个信息 就是说 尤其在最后那边 他点出了一点 如果就是这个明年呢 在这个中央政府 也没有执政中央呢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能不能在沙拉越改朝换代呢 就看明年这一届能不能执政中央 因为呢 如果能执政中央的话呢 就可能影响非常大 搞不好 就是下一届周选就要来的时候呢 就会有人跳槽了 是会是会 其实中央的这个资源很重要 而且中央政府这些部长们呢 这些拨款啊 我觉得对整个沙拉越或沙巴都 建设来讲都很重要 我们其实 我们是说 在十年 这十年以来啦 你属于这个 我们的部长们 可以去到东马的都很少 所以 一就是可能本身没有政党在那边 所以他们不需要在那边拉票 所以第二就是 他们本身在这个西马的工作蛮多嘛 所以 变成东马这一块是 真的很缺乏 916当天 就916的时候 盛传916 就是308过后有一个916嘛 假如说会变天 当时候就offer了很多这个部长制给东马的 因为当时候最不满的还是在东马 确实是 不过在东马那边的情形呢 就也挺难的 白猫 如果你说沙拉越吧 沙巴状况我不太熟悉 在沙拉越那边呢 因为独保党几乎是像巫统的情形 他甚至比巫统更夸张 他这一党独大呢 可以掌控了整个沙拉越的那个局势 其实我觉得这个 国阵呢 从这个选举委员会来讲 其实刻意打造了这个沙巴和沙拉越的 这样子的一些选区 因为你看啊 就是沙巴的人口呢 才才多少人呢 才大概 两百多万人 两三百万人 对不对 这两三百万人口 比起一个柔佛州来讲呢 还要少一些 少很多 不是少一些 少很多 那这两三百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州属 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国会议席就去掉了这个31席 然后呢 有70几席的这个什么 那个州议席 对吧 这是全国最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选区 最多选区的州选区和国会选区的这个州属 这是 其实在在很多个州 包括柔佛州 他本身的选区也很大 就是因为人稀嘛 所以他的选区就大了 但是在沙拉越 可能他 他大 可能过大 所以他切比较小吧 他切比较小 但是他每 每个选区的人数并不多 对 每个选区人数不多 他正正因为这样 特别是你 特别是如果你在 呃 呃 内陆的地区 你切了更多的板块的话 那就制造更多的一些 这个国会 对 国会 给这个图包党 对 国会和州习会 州习会 我曾经去过这个敏都鲁 就是跑过这些藏物之类 就真的有一些藏物 需要到两三个小时 才抵达 而且抵达 你去那边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 除了水 还有电 还有这些 他们的房子 这些东西 都很多问题 其实我们 我们说 如果将整个 西马的这个 这个拨款 都移到东马去 我相信 在一两届之内 都不能解决东马的问题 东马存在的太多 太久没有解决的问题 嗯 而且 我觉得一个点 很重要 就是说 如果明年 这是执政 他想 他想夺下这个 沙巴超越的话 他很重要一点 就是先解决 原住民的这些状况 如果他能够 把原住民状况 解决好的话 我相信这个票 会比较容易 所以明年 明年我觉得 他做了一样东西 是很好的 他就是 开了本身的这个电台 送了这些 radio之类的东西 其实在之前 在一年前 我就听到他们 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他们做到这个不错 因为在内陆你要进去 甚至我们说 张庆兴曾经 就是去去拜访选民的时候 在坐快艇 就是那个快艇翻 不是快艇 那个boot 翻翻了 就是整个人掉进河里面 都有发生过这种东西 所以要去服务 整个东马不容易 就是这个沙巴沙巴 真的是不容易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 在线上呢 就已经有了这个 公众党这个 亚比 周一 亚比亚比 亚比亚比 两个亚比 亚比亚比 亚比亚比 你好 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听得到 听清楚 是 是这样子的 刘医师 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沙巴的一些选情 或者是你先从你那边开始吧 这个亚比亚比 我听说这个亚比亚比这边呢 是 呃 周选区里面其中一个最热的一个热定吧 对不对 啊 是的 因为呃 从提名开始就不断的呃 有这种不同的这个呃 反应来自地层或者投票址的反应 因为呃 亚比亚比选区周一席是 有五角战 大混乱 全力一聘的每一位候选人 那么呃 呃 我是代表公正党上阵 那么 经过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拜访选明 以及这个政治座档会 我 受到很大的鼓舞 因为我觉得呃 人民的反应是非常的热烈 呃 每个都在期待着呃 呃 5月5号那天 能够把手上的一票 投给我们明年呃 呃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来改朝换拜 嗯 所以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这个心声啊 嗯 那你能不能呃 告诉我们这个 这个亚比亚比这个选区啊 呃 他的这个呃 人口的结构是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呢 大家呃 感兴趣的这个呃 课题有哪一些 呃 是的 这很不幸的 就是 亚比选区 阿比阿比 一路以来啊 传统上都是呃 呃 以华 华州为主 呃的 呃 呃 巴士 2%都是华州 呃 其他都是有助同胞 嗯 可是 经过了下令巴之后 呃 某位有力的 国阵候选人 呃 呃 他就呃 不是呃 国阵有力的政治人物 他就不断的 把这个 外来的 选民呃 呃 引进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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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阿比州一系 那 变成这个 我们的选民的结构就有了个大改变 嗯 就到目前为止 根据这个 呃 SPR的最新的这个选民词里面 我发觉到 呃 呃 我们的 华裔的选民从 80%降低到 呃 60% 嗯 而 有住同胞的就 变成了 呃 26% 所以 住同胞 呃 很大的差别了 因为每一个%就是 上省签票 差很远 所以呃 这一场仗就是 一场硬仗 因为 从一个 纯粹华人 差不多纯粹华人的险区 变成了个混合险区了 嗯 嗯 那那你的对手 呃 这个 我又想了解 呃 呃 现在是形成你讲 刚才讲到五角战 我我这边的资料是四个人 呃 余墨斋是来自什么 这也不清楚 呃 黄一鸣是来自沙巴进步党 呃 张国华是来自革新党 呃 到底哪一个是你比较这个呃 副首席部长是吧 你说的这个 呃 哪一个哪一位是你嗯 对你比较威胁大的 比较棘手的对手的啊 比较棘手的对手 啊 啊 我比较棘手的对手 嗯 那么啊 那时候我是以一百零一百七十四条落签 嗯 为数非常minor 非常minor majority he got 我是以174条落选 给当时身为 贵为副首席部长的 李莫财 那么这一次就有五角战 那么就是我 李莫财我代表公正 李莫财代表团结党 打扮了团结党 然后就是进步党 就是 以杨德利为所的 这个进步党王一鸣 接着下来就是 这个新民党 这个大 接着下来还有一位 就是独立人士 对我来说 每一位上场的 这个战士们 都是有他的实力 我不敢说 下评论者 哪一个会比较有 大的威胁性 只是我可以说的就是 在市场选举中 比较是有看头的 应该就是 明年对国政 因为为什么 华裔同胞们都有这个 请悬 就是你要么你就是投 明年你要么就是投国政 希望我们能够 得到我们的 选民们的日同 知道这个是这个 这个政策是要很明确的 给我们一个 Mandate 让我们可以协助他们 在我们全国性的 全州以及全国性的 改裁 万代中 让我们 激开得生 这样一来我们 我们就可以 继续我们要 我们的 我们所定下的行程 OK 我想了解一下 对对不起 我想了解一下 这个 在在你的这个选区里面 还多出一个沙发进步党 就是杨德利的这个政党 据我们所了解 之前 公正党跟这个 沙发进步党呢 也为了这个事情呢 来做过一些谈判 明年跟他们 最后是谈判破裂了 就是没有达成一致 现在的进步党 就是单独出来竞选了 那么照你的看法 就是进步党目前 在这个 因为进步党之前 也是国阵的成人党之一 现在他脱离了国阵 那么目前进步党 在沙巴的这个势力怎么样 他的影响的程度 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我看到选票 开票那天 五月五日 我们还不能够说 他的势力是怎么样 我只能够说的就是 根据我在拜党选民中的反应 就是我们的选民 非常的了解 目前政治上 我们的境况是如何 情形是如何 那么好像我刚才说 就是两个选择 要么你就是明年 要么你就是国政 那进步党现在 你觉得他会比较 亲明年呢 还是亲国政 从整个他们的 精选迹象来看 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尤其是对到这个火箭 DAP 还是进步党的火箭 是常常都在误想 等空叫骂 所以我都不能够 下定的是 到底是 他是比较亲我们明年 还是亲我们国政 所以 我了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沙巴这个地方的人呢 就是相当亲本土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的直播室里面 就有一位沙巴的 这个主持人 那么 在沙巴这么多的政党里面 那么 比东渡的 就是从西马 东渡到这个 过去的这政党 就包括了 就包括了 巫统 马华 公正党 还有民政党 还有这个 行动党 对吧 在这些政党 还有印度 还有印度的 国大党 国大党也过来了 是吗 OK 但是我在历史里面 没有国大党 我比较慢 我们是比较慢 有东渡过来了 OK 那么沙巴人怎么看待 就是东渡的这些政党 经过我们的解释 沙巴人也知道 现在不能再分批词了 不能再说 你是西马党 我是日本地党 曾经有一度 传接党的时候 这个口号 的确是非常的先宁 但是现在已经 慢慢的 人民也觉得 不能够再分批词了 你能不能略为 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也需要你的解释 就是从什么迹象 你会觉得说 没有这样子分别 对 因为为什么 我们沙巴州经历过 换政府换了三次 我们经历过 人民党 Bajaya的时候 非常的强大 最后还是倒台 这个下来就是团结党 团结党当时也非常的强大 但是因为不能够跟 西马的这个人邦 政府有配合 有默契 有配合 那么这个到最后 都是要倒台 换政府换为国阵 来自全 所以我们跟 我们的选民解释 沙巴是沙巴人的 没错 沙巴 是沙巴人的 是沙巴人的 沙巴不是我们西马人的吗 不是 不是 这个只是一个政党 明年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能够更加有效 直接的可以跟我们的 明年政府 如果我们做政府的话 我们沙巴明年可以 直接的向我们 联邦的明年政府 反映出我们沙巴政府 及沙巴人们的需要和需求 不需要说要分皮子 你是沙巴在我的政党 我是西马政党 有这个革目 没有这个必要了 所以我们总是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东西马 已经不能够再有这个革目了 必须要做一家人 如果我们东马跟西马的这个政党 是由 东马跟西马的政府 是由明年所执政的话 那么我相信我们的 将来推移有一个 更加明确的一个 我们要怎么 事情我们所 所写下的 在我们的明年的诺言里面 因为我们的明年诺言 全国的 有一个 但是我们沙巴者 我们有一个富家 沙巴州的明年诺言 这个 竞选 我叫这个 manifest 沙巴 是 我想问一下外宾 就是沙巴州 可以就是在明年自政 贡献多少个国会议席 我们 当然是 很乐观的 我们希望可以贡献到12个位 所以我们就说 OK 从8个到12个位 相当有信心 这是国会议席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 OK 在州的方面 能够贡献多少个议席 那么每一个国会议席 下面它就有三个州议席 OK 如果 比如说我们非常乐观的看的话 我们可以取得 赢得12个国会议席的话 那我们就有36个议席 不要忘记我们沙巴是 前州是有60个议席的 州议席的 如果我们可以取得 很好的成绩 拿到12个国会 那么下面的州议席 当然是有连带影响 我们就会拿到36个州议席 那我们自然 自然就是做州政府了 对不起 这沙巴州本身有多少个国会议席 25 26 对 25个 25个 OK 至少有一些国会议席 下面只有两个州议席了 很少 多数都是三个 OK 所以它才有60多个 这样就是说 沙巴很可能会变天吗 哦 为什么不可能 非常可能 沙巴人很勇敢的 你看我们换了三次政府 都是这样 当人民 不要你的时候 他就把手中的一票 投给对方 沙巴换了三次的州政府 沙巴确实是 比较在马来西亚的州属里面 比较特殊一个状况 确实是换了三次政府 在其他州属没发生过的事情 对对对 那这个输入 这个输入事件呢 有影响到吗 对 就是对国阵有加分吗 输入的事件 输入的事件 我们很困扰 就是有几个问题 我们得不到答案 就是 为什么输入这么容易的 爱族服器 武装设备进来我们的州 然后 为什么进来了之后 他宣布要 跟我们某位人士谈判 这位某位人士是谁 很重要的人士是谁 还有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等到 二十三天 我们政府才出面 说我们谈判破了 我们现在要硬工了 这些都是一人串的问题 我们人民还得不到 没有这个透明度 我们得不到 这个答案 那么接着下来就是 我觉得我们的沙巴的警察 警方人员就是 牺牲了好几个生命 我们非常的遗憾 这会发生 这些都是后遗症 我们看他 就是后遗症 就是因为 早十多二十年 一直以来我们 我们的国家 一直在放 这个IC MICAP 给这些非法移民 这种就引导了 引起了 我们认为 这个跟这个 很有大的关系 因为 在沙巴州 已经造成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去东南岸看 如果你从 走湖一直下到 走湖一直下到 沙巴那 拉筑那边 差不多可以说是 每两位里面呢 有一位 一位一位 就是非法移民 但是 真正带着的是 我们的MICAP 就是这个问题 很小说 我们沙巴人 非常的 非常的 严重 但是 我们的人邦政府 并没有把这个事情 采取任何行动 没有Political view 现在 拉筑事情发生了 他们就 就比较正直的看 但是我觉得 是已经有点太迟了 那么 他是有人带关系的 从这个方面来讲 这些 已经有了MICAP的 他还是非法移民吗 他有 身上他装我MICAP 怎么取得 我们大家 彼此彼此都知道 但是 他哪边的MICAP 并不代表 他是我们沙巴人 在他个人认为 沙巴是属于他们的 因为我有MICAP 但是 他的心还是 向着菲律宾的 因为 他们坐船 来来去去 也没有任何的阻拦 所以 这些事情 都是一些 一些 是属于 人帮属下 管理的事情 都没有做好 让我们沙巴人 或者一个 真的可以说的 或者一个 不太良好的环境下 变成了这样 想像一个定时炸弹 随时都可以 爆发的一个情形 就是 拉哈达度的情形 是一个 不过 其实 我就是 心中有一个问题 这个一话 我到今天 都还没有一个答案 就是在这个 沙巴跟 菲律宾中间 就是有很多 这些居民 本身就没有这个 IC 或者是叫做 stateless stateless的 这个status 这样这些人 应该成为 马来西亚公民 还是不应该 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但是他在马来西亚生活 可能已经超过 30到50年了 对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问题 我认为 明年政府 如果被 人民显了 一路 第一天 要处理的 就是 处理好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 TENF1 结果 我们的这个首相 答应 appoint这个 王家委员会 RCI RCI 省了 招了 四十多位的 证人 但是 通常讲 因为大选 无限局的延迟 因为我们 其实在等 那个RCI的 结果是怎样 然后 就给他的 recommendation 给政府 应该要怎么处理 因为 so far 我们所听到的 有些 这个 ex director 全任的 那些 做IC 总监的 他们出来 做证的时候 他们讲 非常清楚 他们是 受指示 来 分发这些 my card 给这些 就是 YB 你本身就认为 这些不应该拿到IC 甚至这些 status的 这些 status的人 都不应该拿到 大马公民权吗 不 我不是 这样子认为 我的认为就是 如果他们符合 符合拿大马 申请大马公民权的 这个条件 他们应该 如果他们符合 那个条件 因为我们的 immigration law 讲得非常的清楚 长 citizen law ship law 讲得非常清楚 只要你符合 他们里面的 条件 你都可以申请 都可以成为 大马公民 在老马的时代的 这些人 拿到my card的 都属于符合 还是不符合呢 我们认为不符合 都符合 因为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由 我们在公正听上 由 这个 全任的 这个 总监 全任的 这个 JPN总监 他作证的 是说 他是由 前任的首相 的指示下 那个 Mega Junior Mega Junior 的吩咐下 来分发这些 IC给非法 非法移民 我想了解 他的my card 他my card是 他的my card是 拥任的 但是他 他发给的是 非法移民 并不符合 我们申请做 公民权的 这个 程序 但是 已经发了 如果没有错的话 超过150万 超过150万 这个是有数据形式的 对不对 那我想知道一下 如果 如果啦 就是这个 明连 这个执政了 就是把沙巴州政权 拿下来的话 那 要怎么处理 这150万 那么庞大的一个 居民呢 是把他们赶回去吗 把他们身份证 收回来吗 还是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 让这个听 王家委员会 RCI 把他们的调查 他们因为已经试了 100多个证人 被identify了 他们会出席 来做共 这个调查委员会 王家调查委员会 这个 终结了之后 再给他们的 recommendation 给政府 那就在 从那边开始 作为一个开始 我认为 那 那个时候 我们的政府 就可以 在那边 从那边开始 做一个决定 应该用 怎么样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 很疾瘦的问题 你觉得 这个 沙巴 目前 这场战事 已经结束了吗 还是 没有结束 这个隐患 留下来了 会继续 延续下去 不管 大选之前 还是大选之后 对不起 我请问你 重复 我是问你 你感觉 这个沙巴 这场 这个拿赌的战事 这个 跟苏陆军的 这场战事 到现在为止 是算是结束了呢 还是并没有结束 而且是 可能是延续 更长久的时间 其实我们不能够 下施军 因为我们不想着 到底是要怎么样 对得下来 是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 这个透明度 不是很 这件事情前前后后 不是很透明的 我们也不知道 真正的内幕 是怎么样的 所以 如果明天 成为下一个任何社会的话 我们就可以 真正了解到 我们当然 沙巴人 沙巴人 当然希望 这件事情 不是这样子 结束 一个 close up 不要再继续下去 但是 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还不 你的话筒 稍微靠近嘴 嘴部 听不太清楚 对对 越来越小声 那么 想问你一下 就是在沙巴 现在已经有 这么多的政党 而且 一路以来 都是 从 从西马 东渡的巫统 一直执政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认为 这一次的大选 巫统 会 会比上一届 更 更好呢 还是会 更差 对我们的 这个 这个 我觉得 武统 这一次 也是会 面对 很强烈的 这个 这个 反对党的 反对党的 这个 反对党的 什么的 冲击 冲击 一样 他们的 就好像在 西马 这样 我也注意到 常常上 我去看 在西马的 这些 反对党的冲击 会派给他们 很大的冲击 所以 沙巴这也是 尤其是在 城市方面 还是 靠近的 罗班大 可能就靠近 城市方面 这些都是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 这个 各特定 they are very much 挑战 挑战 对方的挑战 是非常 其实这样子 听下来 就是 就是这样子 听你说 沙巴有很多问题 还没有解决 然后面对 各种的冲击之下 其实你觉得 就是可以竞选 胜利的 那个筹码 是什么 就是对于 你们自己 沙巴人民 觉得 他们变成 二等公民了 我们 沙巴跟小华会 跟西马上岛 当初 成立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们是 平等的 为一库盘 但是慢慢慢慢的 经过这五十年 我们变成 马来西亚的 其中一个州 而不是 平等的 你的感觉 就是说 沙巴应该 不只是 马来西亚的 一个州 是吗 不 我们是 平等的伙伴 我们当初 成立马来西亚的 区业 是想到非常清楚的 沙巴三个月 当时也叫到新加坡 以及西马上岛 我们是平等的 就是沙巴跟雪兰娥 应该是平等的 不是 沙巴 不是 沙巴 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 沙巴跟马来亚 应该是平等的 所以是不是 还有沙巴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 只要是可以把这个东马整个半岛 整个岛带到跟其他的州属一样的平等地位 那你觉得这个就是你们要的结果 也是你也是追求的方向 是这样子 第二就是我们要 分为马来西亚的里面的一份子 我们要求更多的这个 放下中央放下的权利给我们 自主权 那你们是凭什么认为说 就是当你们胜了之后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就是 这些全部都是在我们的成绩书里面 我们的明年的竞争宣言里面 就包括了 如果这竞争宣言是 三个党委 绘教党 工程党 这个火箭 都有签语了 其实中央都已经给了 可能明年就会做我们沙巴走 你的话筒还是靠近嘴 脸部一些 这样我们会听得比较清楚 这样清楚一点 刘律师 对对对 比较有精神 我刚刚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刚刚说 这个中央没给这个自主权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沙巴和沙拉越的这个 自主权已经是比任何一个州属都还大 都还来的强的了 对不对 其实我很喜欢沙拉越 就是他的路牌是真的有中文字的 对对对对 我很不喜欢 有马来自 我很不喜欢 肯定有马来自 因为没有日本字 我很不喜欢 那在日本就肯定有 那刘律师 刘律师 我想问一下 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数据呢 就是说 在沙巴大概有两百多万人 对不对 总人口 那你刚才已经说了 有大概一百五十万的是这个外劳 换句话说 真正的沙巴人呢 其实不超过不超过一百万 那如果是这样子 不超过真正的沙巴人数 是大约一百三十万 一百三十万 一百三十万 一百三十万是不准的 应该是三百二十万 三百二十万 所以这个一百多万 你超过沙巴人 真正的沙巴本身就一百三十万 那这些一百五十万的 你所谓的这个外来人士 他们有可以投票权利吧 对不对 有的 对 好 那这一班人当中呢 一百五十万是很庞大的一个大军 超过一半的沙巴人口了 那他们的这个投票取向会是 去到哪里呢 当然是支持明年的了 嗯 是明年的吗 是吧 如果是支持明年 我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是吧 那他们的支持 我们都不是由谁投出来的 我们大家平均不明了 可是 可是也换了两三届政府了 而他们在这个沙巴 一百五十万人 也不是这两三 这两三届政府的事情 对啊 他如果 他既然是公民了 他既然觉得 如果 如果这个明年能够带 带给所有的人更好的未来 他何不投给这个明年呢 对啊 嗯 我们希望很多人 我了解 他这个人民 他这个是 这些外来拿得到 嗯 这个 mine card 他是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所以以前 他就 好像说 人民党的时候 他没有这么说 嗯 后来人民党输掉 他增加的时候 那是真正的开始了 嗯 就是说那些 那些分发就是 因为众盛的证人啊 那个experience of sebyen 他讲 就是从 人民党到 他倒台了 在团队党上台的时候 哇 就是 Dr. Mahadie的 计划就是开始了 那时候分发的最严重 嗯 一直不断地 跟上给外来 这些mine card 就是 目的就是为了 多钱 把这个 呃 团队党 拉下台来 这个是 在报上都登的 他做份的时候 他全部都 讲完出来的 嗯 那么这样子的话 嗯 团队党以后 这个下来是五种 呃 郭政 团队党下来 就是五种 嗯 那么五种 呃 这时候 也是不算的在分杀 嗯 所以他不是一来 就是一把五种完 他就 慢慢慢慢 然后突然间登下 那 那 我自己在点期 啊比啊比 嗯 我 在一次选举的时候 2008年 我还没有这些 4千 突然走出4千 呃 的 万来的票 嗯 那一次我突然间 看在electorals 我有4千的 清理性的 这个 这个 非法律的 这个呃 这个选丽 我跟根据他的地址去找 也找不到他们 嗯 那你来等我 我不想走 我现在还在 在努力做 所以就这样几个情形 就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 叫做 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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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届 就是同样的 也是明连胜了 换句话说 明连胜出的话 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获得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 外来 外来者的这个支持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明连 应该怎么对待 这一般支持 你们的这个 外来者呢 我们传到 调整自然说 但是好像我的 我不能够代表 其他的人说 但是我的 诗的话 我 对我的写明 华裔写妹 以及我本地的 压力的选民 不是外来者 你们打不到他们 全部要 有票出来投票 而且要把票 一直的投给 呃 呃 共产党的 或者 而不是分散选票 那是我们唯一 能够 呃 取大 胜利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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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呃 当然我现在 不断的努力 去找这些 这些 这四千位 呃 突然增加的 四千位选民 呃 我还在进行做 呃 希望这几千没有 我会感觉到他们 我我我我记得 我记得就是说 现在啊 就是在沙巴 包括杨德利自己 也提出来过 就是有些人 呃 希望争取独立啊 那呃 你觉得沙巴独立 呃 更好呢 还是呃 在马来西亚的 阴影下面比较好 哈哈 啊 我想你 有一点点误会 这个 他不是说争取独立 他是 自制 要跟人放下 权力 我们沙巴 走音色的权力 在 在我们的马来西亚 其实其实自制 自制没有独立来的那么爽快嘛 对吗 啊 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 没有说我们要独立 任何一个本地的党都没有说过我们要独立 就是不 还是不需要独立的 还是只要自制就可以 没有 从来没说 我们是马来西亚的一份子 只是我们说我们要争取我们金色的权力 全力 我想就是 呃 大 会结束那个 其实你们的权力是将来会是比这个雪州多一点呢 还是跟雪州一样的权力 没有啊 我们没有说要比雪州多一点 我们只要去 根据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企业之下 给我们 属于我们的 来说 那到底是什么权力被剥夺 我不知道哪一个权力 是不是讲石油税的权力给剥夺了呢 啊 这个我们要应得的 因为为什么 呃 自由 呃 我们马来西亚是来自这四个州 对 其中两个州 是 那么我们就说 为什么95%我们是赢的 但是我们也有份 雪州也应该有份啊 那个石油就完全有份 所以你你你你不觉得骂我们100%的资源里面拿了5%是少了一点的 嗯 我们现在了解明年答应 如果实证的话 给我们20% 80%还是属于你们 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所有的州平均储物就就就就好了了 对了 我们本周是出资源我们的平成率很很高 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好好的利用那种资源来发展我们沙巴州 嗯 那我们觉得我们很需要这些资源来在明年政府之下来赶快赶快的呃 做出一些的测评论的计划 嗯 那么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源 嗯 呃 帮助我们大把州的人民 一定盖心的人民 嗯 嗯 嗯 我们这是 嗯 连够大 那么那么现在我我看到了这个沙巴州呃呃 呃呃 除了这个原来这个国阵的一些政党之外啊 那么现在明年的这个行动党也进入了这个沙巴州 还有国阵的民政党也进入了这个沙巴州 都是在打这个华裔的这个市场 你觉得这个行动党在这个沙巴州的这个受欢迎程度是怎么样 相当好 因为他不是说因为他自己的行动党的名 我们是以明年 因为我们的区里面 尤其华裔同胞的区里面都有公正党的支持值 和火箭的支持值 那么所以他如果用明年的话 而我们现在自立界也利用今天的一字一对保 明年跟国阵 所以这个机会引起这个机会会比较大 在明年当中呢 在沙巴这一边呢 行动党的席位打的比较多呢 还是公正党的席位多一些 您其他的位置 没有就是明年所代表的这个席位呢 在沙巴打的这个席位是公正党多一点 还是明年还是行动党多一点 公正党多 但是我想我想了解就是现在伊斯兰党有没有来到沙巴 有 有来到沙巴 有打几个选区吗 有打好几个位置 好几个位置 OK 就沙巴人也能够接受这个伊斯兰党吗 在市区的好像这个班军阿罗哈密他在我的点区特别 华人比较可以接受 远一点的我不清楚 因为我这个市区的我常常陪他一起连一起去败票的话 嗯 还有承拉妈的时候 我有请他来写 嗯 华人的反应都不错 都还可以接受 因为他们的感觉就是 我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们是联合起来 嗯 呃 推办国政 他们都 呵呵 去投你一票 而且他们也很了解 现在 呃 政治伊斯兰党 知道你们是半党明年 嗯 他们很清楚 是 那那我我一直以来不知道是误导还是什么 就是说被听 听说是 呃沙巴的很多的政党啊 都都呃 喜欢跳来跳去的啊 这种跳槽风是挺挺盛行的 呃 是不是有历史上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又是如何 嗯 这个跳槽啊 跳槽的东西在沙巴啊 我我坦白说是 见惯不怪啊 见惯不怪 如果是有 有选民或者有知识的 某位YB的支持者要求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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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槽的话他可能会讨厌啦 我们不清楚 但是 通常这些都是 嗯 都是呃 呃 呃 个人的这个议程啊 我认为了 呃 呃 呃 也有不不会受影响的 例如我在公职法十二年 我也没有 我有被建议了很多 但是我也没有跳槽 所以就是不得一往打进的 嗯 是 那呃呃呃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 按照这个上一届的情况 呃 明年方面有呃 多少个议席 州国会议席和州州议席呢 嗯 刘丽丝你说大声一点 嗯 我们不太听得到 哦 好的好的 啊 就从上一届的情况来看 就是啊 明年有多少个国会议席和州议席 啊 明年 我我刚刚说了 我们就是会赢 八十到十二 不 我说上一届 上一届的状况 上一届我们只有赢到 呃 一国一州 一国一州 是吧 上一届 上一届还没有 呃 那个国会就是雅底的国会 我刚刚说了 我输了106票 国民 那是三九战啊 我们那时候没有明年 对对对对那时候没有明年 就是啊 就是那几个啊 主要是公共党跟呃 呃 跟跟行动党 民主党 民主党跟国政 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三九战 就我我我我先打过州啊 嗯 我我输了一百七十四 周我输了一百零六票 嗯 啊 那么呃 周 有 董伙的最当中 呃 他赢了周 他就是唯一的明年代表 在沙巴走一队 那个时候 嗯 嗯 那就是这这一届 我们又要有一个大的突破了 对吧 哦 我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啊 好 那就那就给你加油了啊 我们都给你加油了啊 希望你们呢 这旗开得胜 好吧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谢谢 呃 谢谢 拜拜 拜拜 嗯 嗯 听了刘律师说法过后 我突然觉得小青不像沙巴人 啊 哈哈 小青已经被我们西马化了 通话了 很明显可以听到就是刘律师 他他确实是一个很沙巴人的口吻 再说这个 嗯 因为他从这个说沙巴是沙巴人的 然后到最后就说这个又和中央 其实很矛盾 有点矛盾 我觉得 其实很矛盾 其实沙巴人的内心心态是相当的矛盾的 是是是 其实跟沙越人心态是一样 这点我可以说 嗯 嗯 大致上是一样 东马人他他问题是这样子的 呃 其实很不甘愿 然后呢 问你要不要独立呢 他又不说自己非要独立 其实因为这是东马嘛 在沙巴 沙拉越他本身支援很多木材啊 然后这些包括进口出口啊 很多都已经被被控制啊 所以 你看啊 他沙巴和沙拉越情况呢 是 有些许不同 嗯 因为在沙拉越呢 他自己人 就是沙拉越当地人去控制了 对对对 但沙巴呢 确实被东马人给控制了 呃 西马人对不起 对西马人 其实沙巴啊 对沙巴经济很多是西马人在在在做 对对对对对 但是 黄德就有一千亩的这个 啊 只有一千亩了 哈哈哈 我我有一万 对对 哈哈哈 梦境 哈哈哈 你是在 你是在这个 呃 白马人是爱侠了 哈哈哈 玩大风的时候有的那个 买一下的 对对对对 买一下 是是 其实我看到网上一些资料了 就是说他他在分析着就是很多个沙巴的选区都可能会变天了 包括这个三打根 嗯 他算着行动党可能会胜 嗯 然后这个呃 他我看到他算到蛮蛮精准啦 不过呃 也是参考 啊 就是参考 是要精啦 不过准不准还不知道 哈哈哈 精准就两回血 有精就行了不需要准 有精就一定要准 我有五才知道准不准 是是是是 现在很多那种是半生的 嗯 哈哈哈 对对对 然后你再继续分析 我在我在看他的这个因为他他放到太太闪 嗯 但其实我我我看了啊 其实沙巴呢有很多的这个区啊 都是华裔蛮多的 都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呃 这样子的区 全是客家人 那这样子的区呢 就是反风能不能吹到沙巴呢 呃 这个我觉得如果每一个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区都赢的话啊 就是都被这个公呃 这个明年赢过来的话啊 那其实真的能够增加好几个国会议局 如果说他跟跟其实在在整个大选还没有宣布之前 呃都已经人家在传说沙巴可能明年会剩18席 嗯 但是到这个也是蛮天马行空啊 18席的国会啊 对对对对 因为在25席 她拿18席 那就是天马行空 那现在是8到12还可以接受 8到12还可以接受 对这个接下来 其实8到12就足以推翻国阵了 其实 这边拔到十二席 那边十席 那边十二 就二十席了 再加上青瓜的话 就应该 对对对 其实OK 在古达呢 就国阵会升了 根据这个分析 然后这个 在 就是明年会升 也是这个 国阵 其实你可以省掉 你可以省掉这些 咱们这都听不懂的名称 我很熟悉 我很熟悉 你们听得懂 是是我很熟悉 你听得懂 当然 我很熟悉 因为我常常在那边跑动 你跑去那边打仗吗 对抗苏路君 没有 在苏路君还没有登录之前 你先登录了 是这个老蔡派你去谈判 你就是那神秘人 跟苏路交换CD是吗 就是有一句 其实在国阵他们 昨天这个某一定也发出了一个 就是他说 国阵可能会升出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 很吊愧一下 就为什么这个时候才说 国阵可能会升出 可能 而且就可能这个字用的 就是相当的 相当的 谦虚 谦虚对 就是很难想象 我们的副首相这样 谦虚 在哪里会可能升出 他讲全马可能 国阵会积极自政 最近可能是 砸的钱砸的比较多 星星也来了一点点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 国阵胜出是已经有了保障了 一直以来都是他们胜 不不不 不是这一点 他有了保障 是因为这个 有行动党垫底 就是 就是 必胜无疑的 就算出了什么状况的话 拿行动党出来开刀 就自然而然就进了不成了 就这样子来做就可以了 对 因为没办法 你已经是人家砧板上的那块肉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任人宰割吧 我觉得最近这个首相到处宣布怎样 就是这种开分校 批准这个批准那个电缆牢道 这类的东西 其实违反 违反这个 对 对 对 这以巴西来说 对对对 但是他是 他是Blue 他不是巴西 他不是黄 对对对 不过其实是有点反感 如果说这个 我讲万劳这个事件 当时候我们有一个部长 然后有一个行政议员 雪州行政议员在这个万劳 突然间这五年到六年都解决不到 然后才会 当时候才会大败 突然间这个首相 一下子就解决 原来这么容易解决 然后我们还要拖六年 这解决只是承诺 承诺 他只是承诺 并没有解决 他就跟这个当时候董总 不是这个 划总的诉求一样了 不 你问题是这样子 我举个例子来讲 那天我跟威尔俩人吵起来了 为这个事还吵起来了 为什么吵起来了 我说 当时你刚才讲的那两位行政议员在办这件事情 当时所有的做法都认为是公开的 对吗 有听证会的 对不对 都是公开的 他有一个问题是肯定的 因为你今天架高压县 你要从这个外摇的这个新村的顶上过去的话 你要不过 你要绕道 你势必要从别人的土地上过 对吧 你总要过一个土地 要不然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你过那个土地的话呢 那个那块土地也同样会遇到问题 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 他需要有精算师 对不对 就是就是不要绕这样多人的路只过 就是越少人越好 但是那块地未来有很多人呢 你怎么算 就不要给人进去住 对 所以是谁先谁后呢 对不对 你说新村 新村是该产掉 还是新的地该产掉呢 我看最该产掉的是新村 当时候国阵 我还记得当年 国阵说的 这个是DMB的问题 不是国阵的问题 但怎么这个时候的承诺 是首相所承诺 他可以承诺 他可以帮DMB承诺 你知道我跟DMB谈判呢 我跟你谈判 你就泼点水吧 对不对 你就流点血吧 对不对 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问题是要不要这么样子做 老实讲啊 我觉得就应该从这个新村顶上过去 这为什么不能从新村顶上过去 新村就该拆了 就平了 让大家出来到别的地方生活去 这个让我们的听众来 这个你看啊 来去发表 不是发表 来评价嘛 你应该就说 你看啊 你新村你留在这儿啊 我今天告诉你 新村的人全跑出来了 就剩下老弱病残了 对不对 那你去那么关照干什么 你就干脆把人家移出来 那块地产平了 交给这个 这个什么伊玛 什么房屋的发展商 你去新建 新村有一个情节 而且也有它的历史价值存在吧 你把它产了 就该产了 其实这个就是信心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我们讲 国阵或者是这政府 已经在这个附近建了很多这个廉价屋 让他们先搬过去 然后再产再其他的 他将有 但是在这几年里面都没有 因为屋子的价钱贵 问题不是这样的 咱们的老百姓跟人家的老百姓不一样 人家老百姓就说 我政府给你建个屋子 你高高兴就搬进去了 这个地啊 什么的就死人的给政府就算了 怎么发展 怎么发展去 对吧 咱们不是 咱们是先要一笔钱 其实其实那些 钱你先要给我 那给了我赔偿 给了我钱之后 反正我那个时候 你再给我一个房子 那个我干 就像豆蔻村一样的 你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个渊源 就是本来那片地都不属于新春地 然后就是某一些政党 在基地争取下 真的是争取到了 就是可以助人啊 之类的东西 我该做一些蠢事 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其实本来 本来就不是你的地 本来你就是非法居住在那些地方 但是如果说这个事情发展在新加坡 可能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新加坡 李光要找把你惨了 他他可以将你 其实当年他没有做过 就是连整个巴萨都搬走 就美化整个巴萨 将整个呃污染减少过 再搬回进来 把他们做成功做得到 但是现在如果说你讲 人家是新加坡人 咱们是马来西亚人 这是一样 这两个概念 也没有高人一等 只是有没有用同一个方式吧 对吧 其实有一些方式可以处理 可能没有真正的去妥协做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政府啊 政府本身呢 他要有他的这个魄力 他要有他的执行力 要有他的行政手段 但是我们又是要讲究一个民主的 民主的这个环境 就是说我们今天 呃就是选政府 对吧 这你你选 比如今天我们选了明年政府 我们今天选了宾州 林冠英当这个宾州政府 林冠英 你就大刀扩虎的去做 对不对 你认为对的 你就去做 你根本就不要理 有些人的这些呃 这些怨言 那何谓原名是老板呢 对 原名根本不是老板 这是你老板呢 说你下届把我换了呀 啊 你厉害 你下一届你就把我换了 对不对 他是CEO 应该是这样子做的 他是CEO 不是你一拉布条 我就软了 我就腿软了 你一拉布条 我就觉得啊 你不让我从这过 我就不从这过了 照过不误 对不对 照过 然后你下届 你觉得我不好 你把我给撤 就是换 觉得你认为好的 那个人上 就行了 呃 也也不可以完全这样 如果说他一股心去处理 他处理一般的时候 换了政权怎么办 呃 没有可能一半的时候换政权 我五年一次 这是 他的第三年才 第四年才赚啊 哈哈 怎么会不可以 是好像我们的这个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新鲜事很多嘛 包括我们的这个 新加坡湾桥 嗯 就是最近见到一半 其实还没有开始建吧 可能建了一些 过后就撤了 对 撤了过后 原来我们的赔商 赔产 已经接近完成了 接近建潮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claim嘛 他讲我请了这样多人 三年内不能撤 就外了很多 这样我买了很多材料啊 这样三年内卖不出 对 也没有人要啊 对 种种的东西 可能也刚好跟莱纳斯 有一点类似了 会不会 对对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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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不要讲莱纳斯啊 今天你说 明天说 呃 我一执政 我就撤出所有的大道啊 大道收费全部免 所以 那你就赔吧 不 我就想 所以有一些东西 他必须要真的考虑清楚 比如说你讲莱纳斯啊 这种三爱之类的东西 你要撤而赔钱 我认为说 在某一个 角度来看 他其实是值得的 我们宁愿去赔那个钱 但是有一些情况 其实是 差不多一样的费用 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去赔钱 啊 就是无端端 就不用做工 三年内睡在家里都有钱赚了 这些人 对吧 所以其实 有很多东西 我们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资讯 然后很多政府所签的东西 可能在 哪一届吧 我希望说 就是过了这个大选 很多东西都会公开 即使我们 我们其实是 没有这样聪明 但是我们也想学习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 最好的东西 我们把这个最正确的 比如说 比较理智的这些看法 我们教会给我们的人民 我们人民就是自己提升自己本身的素质 要知道怎么样来监督一个政府 对不对 你不是说 政府说什么 你就是什么 政府给你一个 丢一个学校给你 哇 好的很 我投你 其实很多东西是属于投换概念形式吧 就比如说AES 你讲一个好的东西 按在一个不对的地方 这样人民反 并不如反你那个东西 但是你讲人民在反你的东西 可恶不可恶 按在我们这个 库下栏目 按在我们那个 欧克兰州那地方 我一出来 你知道吗 三个这个AES 你知道吗 我往左边拐也是AES 往右边拐也是AES 直走还是AES 你说这是气不气人 这交通部告诉你 已经被监督了 还有还有就是可恶的 就装在我记得是Gopin 还是哪一个出入口 他一靠近那个什么 那个TOO那个地方 很近的地方 他也放一个 因为那个地方的限速是30km 限速是30km 他就放在那 你超过30 你要知道30这个东西很难控制得了的 对对对 你慢的时候 我骑脚车都失误了 对啊 你30是很难控制得了的 所以是刻意要为你 刻意要就是把你 他是一个陷阱 他绝对是陷阱 他是陷阱 所以这种的话 这该不该反 就是该反 我们是反这个地点 我们并没有反这AES 政策 有的地方你可以装 而且大大方方的告诉人家 这里不要超速 这里不要超速 这里有AES 这里有相机 对是 好 咱们今天是聊得非常的开心 咱们也把这个沙巴 好好的水煮了一番 涮了一番 我的感觉 真的这个沙巴人跟我们的想法呢 是不是很一样 但是有一点我感觉到 其实沙巴人自己内心啊 自己的相当的矛盾 相当的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共识 我的感觉 沙巴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共识 但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沙巴人 他们知道 我是这种沙巴出生的 我爱这个沙巴 但是呢 觉得一种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呢 是一种无形的东西 对 我想象不出来 我看到小青比较不满 来 来来 小青 你哭诉一下 我准备了眼泪盆 怎么我全都不像沙巴人 这个一定是说法国 我觉得他完全不像 没有就是就是 有一部分其实律师说的 我也是蛮认同的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天然资源 其实是从沙巴运输出去 那有很多经济的部分呢 是从沙巴那边 你想想小青 你心放开一点 过去啊 是英国人掠夺沙巴的资源 所以现在轮到 现在轮到西马人掠夺一点 你有什么想过开的 对不对 所以再过一百年 那就继续让其他国家去掠夺 应该是轮到菲律宾了吗 那也不错 是不是 我一个政客的角度 我不允许 是相当极端的 加马那你不可以去沙巴进去 我不是沙巴 你被抬走 我是被抬走 胡马分撕 被丢进大海 我就要告诉你们的事实 咱们现在的状况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你说是不是 现在这个石油 你可以说状况是这样 但就反映出他们的心情 就是那个感受是这个样子 其实他们的心情 也许你在讲说 这个事实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我想跟你说 不是没有办法改变 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会产生这么样的一个感受 那继续这样的做法 只会造成这样的感受 越来越反叛 很多人不了解 很多人不了解 其实沙巴岸外的那个石油 跟你小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真的没什么关系 不要说沙巴岸外的石油 你就是丁家炉岸外那个石油 跟小老百姓也没什么关系 没有的钱没有回到自己身上 当然就没有关系 当他的这个生活 没有继续在改善 没有被 没有被在建立的更加发展 那当然没有什么关系 那也不会 所以沙巴赚多少钱 跟沙巴人没有关系 小青没有拿到电脑 没有什么 没有拿到电脑 没有拿到电脑 就是政府有去那边送电脑 其实 对 所以非常的平满 你看我为什么 你看现在这个国阵政府 这个什么消费人事务部 每天在咱们这个报章上打广告 每天都在打广告 打了广告干什么 告诉你给了什么好处 就说政府给了你这些什么好处 我一看这些好处 我费都给气炸了 然后为什么呢 他告诉你 你现在可以去吃一马餐厅的 那个饭 很便宜的 三块半 你连鸡连什么都能够吃 然后甚至你还可以什么呢 你还可以到一马山店去买布 我们买的那个布 就是比外面要便宜很多 你看咱们把马来西亚人当成什么了 当成就是只能吃最便宜的那种东西 只能穿最便宜的布 其实我是 但是只是这些店都不在我附近 我需要驾车 他DX到那边都要10块钱 我宁愿在我楼下吃 但是他把这些店 他真的安排在这个比较 平民比较多的这些地方 结果你现在去一马商店看 最多去的光顾的是谁 是外劳 第二就是真的是比较贫穷的人 但是他们吃的那些东西 你知道吗 你拿这个拿个来吃的话 70%是淀粉 25%是肉类 就是蛋白质 一马不健康 对 一马不健康 一马不能用 一马不能穿 是是是 他不比较容易 所以不能一马当先 所以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去 爱戴人民 那是不对的 不过其实我觉得说 多少人可以享受这些东西 他其实 这些东西不是享受 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这个享受者的话 用阿龙的话说 那是你的耻辱 对 其实我觉得还不是这一个 我觉得如果说 今天你知道这一群 就是有一群是属于收入 不是很多的 你只要去刺激他的收入 会好过你 你去给他这些东西 你应该去刺激他的收入 不是要给他便宜的东西 不过我就是像我 我平时我其实很穷 所以我 我是也想去那边吃 享受这些东西 所以就可能也剥削了 一些人的一些 本来拥有的权利 对吗 如果说你直接去到 有关的人士 我今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是是 我昨天回到家 我终于在我们家 那个地下的那个角落里面 就找到一块蛋糕 是我两个月前 吃的 我在7-11买的一块这个蛋糕 没毛 就掉到那个地下 这两个多月后 拿起来 非常的新鲜 哎 我就是说 那个地方可以保存很多东西 不是那个地方 你要知道 这个防腐剂有多少 这个蛋糕 我还以为你说 那个地方是像金字塔 所以你想象 他没打扫家里 说明你想象一下 就是说 你今天到我们的 这个地方去买东西 其实那些真的是没有保障 对对对 但是对于穷人来讲的话呢 哇 两个月了 还那么好 赶紧一口把它给吃 不可以是说 穷人 穷人也不会这样 两个月他不会吃 两天可能 其实我觉得 在地上的东西都很少吃 这是威胁问题嘛 他包装的很好 他没有开那个包装 那包装还是好的 还是别人掉在你家 不是我自己的 因为我放在我书包里了 所以我书包拿东西出来 他掉地下 掉地下呢 可能就滚到那个 一个柜子后面了 是是是 就没有注意 就一直就没有 你家里的其实蛮干净 就是连蚂蚁都没有 这是 可能那个地方没有细菌 所以他没有办法长菌 所以你不要天马行动 行动到那边去了 但我们讲了 现在今天 特别针对沙巴跟沙拉越 这两个地方 你怎么看 曾国 你怎么看 这个大选就要到 5月5号就要投票 我觉得 他会对整个马来西亚的 这个选举形势 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说我们讲 上一届的大选 是属于这个 西马的票 这个明年占了70多席 这样如果东马 真的是可以 就是像刚才所说的 都有二十二三十席的话 这样可能有机会就会变天 但是我相信还是要开票才懂 而且就是国阵 这十多天来做的工作都很多 我相信会拿到很多很多的票 好 咱们到了尾声 最后一个问题 咱们泡给曾国 因为那台是不在 对对对 5月6号你怎么过 我5月5号就在榴莲台了 5月6号怎么过 我还是在 应该也是在 你还在榴莲台 我们都走了 没没没 我在吉隆坡 还不知道怎么过 还不知道怎么过 怎么呢 没有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问题 再问你而已 结果已经出来了 5月6号结果已经出来了 也没有什么 就是公招做 全部东西他还要照常 就跟我们的网民一样 我绝对不会因为说 明年输了 我很开心 不然是国阵输了 我很伤心 我都不会 我觉得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 一个体制的成熟 好 那各位朋友们 各位听众 你们是不是成熟男成熟女 你们自己回去 给自己打一个分 对 然后今天做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沙巴少月的这个局势呢 我们到时候才看吧 神奇 送你一首歌 苏彦之的神奇 我们明天 明天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